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张欣幸福二三师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 这是一个三十几年的老房子 我们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并不是先看房子的屋况 而是屋主希望我们坐下来 听他从以前到现在的故事 这个房子是他跟他先生和小孩 一起居住的地方 一直到他陪伴的孩子到美国读书 先生后来因病过世 他回到台湾来 决定住在这个充满回忆的房子里 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下的一个重要决定 所以他希望一个能够懂得他 而能够替他精心策划的人 来替他规划这个房子 女屋主是一位优雅得体的人 他喜欢美式的浪漫与温暖 所以这次我们给他的美式 背景是冷灰色系 配上简单现代的家具 带出耐看的高级感 我们也保留对他有重要意义的物件 比如说餐厅的餐柜 当时想说一定要留下来 但因为他色彩很重 我们就去找了一个 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餐桌椅 跟古董餐柜一搭 空间的氛围就出来了 我们也创造了一个情房给屋主 过往因为忙着要照顾家庭 淡忘了自己的兴趣 现在他时间多了 需要重新找回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这里他天天都会练情 当然旧屋翻新最重要的还是平面规划 为了符合他的性格需求 我们在空间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我们把客厅跟餐厅的位置调换 把餐厨的空间往外放 客厅往内藏 这个一动一进就有了合宜的配置 不受外界的声响打扰 就像躲在自己的小世界隐居一样 这里真是一间适合他的房子 对于设计的想象 是串联着人跟生活而产生的 每当我们在设计一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想象住在这里的人 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喜好 以及他的背景 这样完成出来的空间 他才有意义 谢谢你们今天收看 张欣的幸福二三世 我们下次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